中港股市現時應該都是以股值計算 環球股市來說股值都是相當便宜的 不過感覺上其實那個風險亦是很高 因為他們的波動很大 以內地和香港為例 現在最新的最影響大家的因素一定是疫情 上海今天又會出台一些新的防疫特殊安排個別區域要封閉 所以亦都令大家深一層去思考 除了外圍因素以外 究竟中港這兩個市場的基金相關的回報 是否仍未見底 你會怎樣看這兩個市場呢? 我想分開兩個角度說 第一個是波動性 當然我想現在的中港市場 很多時候的投資者的資金 坦白說他們的流動性是比較大的 簡單來說他們入市入得快 出市出得比較快的 相對於歐美市場 可能他們有時候投資者是機構投資者比較主導 或者他們的投資者也都投資的年期通常會比較長 但是中央市場可能投資者的一些方式 或者一些對於市場的看法會有些不同 所以我們相對來說它的波幅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會覺得短期來說都是受著不同的消息影響 就是俄烏衝突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可以說中國的房地產等等的東西都有些不同的因素影響 所以當市場一跌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中央股市可能是跌得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問我們說 一個我們看的基本因素 一個基本因素來說 其實現在中港的整體來說 我們對於經濟現有其實是比較樂觀一點的 之前也有說過了 整體的GDP都會想定在大概5.5%左右 我們都覺得其實接下來中國也有很多措施 是可以幫助整個經濟的復蘇 所以如果我覺得強積金的打工仔 如果你可以看長一點 可能是一年兩年來講 我們覺得中港市場是一個跌跌率比較高的